大法官的決議是副壽林 這個經過八年看長 沒有幫我一個通道 然後都幫著行政機關講話 高雄的寒蟬效應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就從徐國雄案之後 高雄再也沒有人敢為你行政機關的律師講一點真話 都一定只能歌功頌德 這在搞什麼嘛 消防員面對的情況仍然很嚴峻 還有吹哨者面臨的情況仍然很嚴峻 從最小的流程到最大的指導原則 甚至是法律 都沒有人要說真話的那個時候 我認為那不是這個國家最最熱見的事情 不是人民熱見的事情 這個案件呈現在司法院宣法法庭是一個人事的案件 但大家都知道 它在過去其實是火搖 為了要去爭取消防員的權利 去爭取不合理的工時的改善 所以對於所謂的行政機關的長官的政策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希望消防員制度可以變得更好更合理 那因此遭到了遊行之後的秋後算帳 那做了很多行政程序 因此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個個人公務員權利的案件 但其實公務員權利的保障 就是讓這些公務員可不可以在體系內說真話 來做改革 也就是說公務員權利的保障 其實涉及的是各個全國大大小小的公務員 都可以把他們第一線基層的新生 反映到整個體系中 讓整個公務員的制度更合理 因此我們才會一直強調公務員權利的保障 不只是公務員個人的權利 而是對於國家整個社會 還有公務行政的進步都是有很大幫助的 那在過去所謂的行政長官掌握的行政懲處權非常的大 而司法懲戒權幾乎被實質的架空 因此我們才希望可以透過徐國遙案 還有官林的案件來改善現在公務員面對的處境 希望這些行政長官所行使的免職權 可以真正的受到司法的監督 但我們對於今天的判決是 結果感到很失望跟沮喪 但我們也未來會繼續再推動 相關公務員的保障 讓公務員的制度還有就是消防員的權利 可以真正的受到重視 然後這樣未來可以有更好的改善 各位媒體記得大家好 我是徐國雄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蠻沮喪的 司法也是 這個經過八年看上來 沒有管我一個公道 然後都幫著行政機關講話 就有點覺得 一直在講權力分立 他們自己好像把司法的權力核心給抄去了 但是我還是要先感謝一下 有些大法官可以體會到這個案件的冤情 所以他們也知道這個案件 有很多程序上實體上面的瑕疵 所以才會把我的案子列入待審案件 也願意召開這個審查委員會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不如一起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因為我輸不是我一個人輸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面臨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就是全國的警察人員消防人員 他們以後做事情可能會為所為我 可能會如臨深淵如履佛淵 很簡單的道理 今天行政機關隨便就可以把你懲處 把你處分到把你免職 全部不用經過司法審查 那請問一下這個國家的司法制度 到底是在幹什麼 然後我們消防員公使的路還沒有改善 七八五已經宣誓已經三點了 但是還沒有改善 組織公會也還沒有看到一絲絲的生機 勞動權力還是被機關嚴重剝奪中 所以我們離所謂的民主法治國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希望誠懇地呼籲 台灣所有的消防員不要認輸 更應該團結相信有希望 有做才會有結果 不要放棄任何可以改變的機會 要為未來的我們 及後期的學弟們 打造一個更好的職場 並對國家百姓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輸是我一個人而已 當然我希望大家消防員的兄弟姐妹 可以更積極更努力 因為沒有一個徐國洋 還有漸漸漸漸漸的徐國洋 那不論如何結果已經進 因為天有了也是沒有用 我只能怪說自己的福分不夠 而且還是要勇敢面對未來 明天還是要工作 這裡首先要感謝 我要特別感謝 一路陪伴我站在一起的 高雄市的消防員 張家瑋先生 消防員的情況 就是現在第一個 他也適用警察人員的一次條例 所以導致他們的規定就是 你只要買兩大過 直接就本來年紀 沒有供過相比的問題 地級就沒有 所以才導致說 第一個 大法官今天提到的理由 是說警察人員比較特別 所以可以有比較高的要求 因為一般公務員可以公過相比 可是警察人員不行 但有一個 在本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徐國洋是消防員 那麼 之所以會用警察人員的一次條例 是因為一直沒有去訂出 消防人員的一次條例 所以一直沿用不合理的救治 他們在內政部提出的理由是說 因為警察要有比較高要求 因為他們是武裝人員 他們可能有警械槍等等 所以要比較嚴格 可是這跟消防員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對 因此在憲法法庭辯論的時候 律師團這邊也有提出這樣的主張 但是大法官今天剛剛說明理由 說沒有特別對這部分的回應 那到底怎麼可能還要再去看 判決有沒有講到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剛剛聽完的時候 覺得非常疑惑的部分 那今天大法官用一個司法權 不疑就是過度的去介入行政權的理由 來去不受李徐國洋的案件 他不是在做所謂的權力分立 我認為這樣子的作為 反而是在讓行政權無限的膨脹 那今天這些做錯事的這些長官 他更可以變本加厲的去懲處這些基層人員 舉例來說 以新北四恩恩的這些事情 因為你一旦在網路上講了些什麼東西 我機關可以用什麼理由去懲處你 我可以說你毀損機關形象 毀損機關形象就是當初 徐國洋受到的大大小小懲處裡面 一大堆的理由其中幾個 我覺得你影響機關形象 我就可以懲處你 你影響機關形象十八次 我就可以免職你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邏輯 那這些東西如果沒有辦法實質的進到司法 給這些被懲處的人一個公平的審查 今天我們要求的並不是要什麼 法官去承擔免職公務員的這個懲戒權 而是我們希望在行政機關做成這些處分的時候 司法機關能夠有第二套法官的機制 為了要汰除這些不適任的公務員 所以我要一併犧牲掉我什麼都沒有做的公務員 甚至是吹哨哲 要去承擔這些苦果 那我認為最後的結局就只會是 在體系內的人會越來越不敢去發生 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也越來越不會去反應 最後承擔這些風險 承擔這些損害的 不必然是公務員 有可能就是全國的每一個民眾 比例啊 如果說我是扮演一個革命者黃心的角色 他其實就是扮演孫中山的角色 沒有他從一開始八三一遊行 到最後鼓吹革命 然後到我免職之後 幫我澄清很多人對我的污蔑 沒有他一路冒險陪著我走過 他其實也有可能被免職 但是他仍然堅持的陪伴我 我覺得真的是人生難得 一起有遇到這種革命的兄弟 我覺得也值了啊 我還是要很感謝他選擇相信我 並陪著我從來沒有放棄我 接下來是施改惠 及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 尤其是施改惠消防員主任 幫我在高雄 從八年前找了很多專業的律師 一路協助到現在 沒有親自受害過 真的不知道會有施改惠這個團體 及了解這個團體的重要性 我很感謝施改惠 幫我招募了義務律師團 那我必須要暢明一下 從一開始的邵引亮律師 林佳果律師 林新衛律師 湯均淺律師 黃陽鑫律師 李隆潭律師等 還有後續加入的 李瑞迪律師 及高線補習班 徐強老師等等 他很關心警察人員 消防人員的權益 都缺一不可 尤其是邵引亮律師 花了特別多的時間已經等 我對他比較抱歉 沒辦法拿到勝訴的判決 真的是 就是他還特別好 把他哥哥 就是邵引東博士 也一起拉進憲法 憲法在義務中 憲法法庭中 幫我當辯護 還有施改惠的 周宇修 李正月律師等 我都特別一併致謝 那蕭春瑋 為了我辦的主不清 我的案子的活動 就是希望有更多民眾 知道我的冤案 並希望擴大影響力 還有好幾場在高雄市 在民進黨黨部 在總統府 在考試院 在內政部 等等的抗議員 這些都是歷歷在目 也都是血淚 有有勝者 還有被高雄市分隊長 提告我們的協會的幹部 要求賠償 簡直是惡劣到令人髮子 所以必須特別感謝 理事長楊世偉 及各位李監事們 還有前秘書長鄭雅玲 還有朱志宇 也都聲聲自謝 因為這幾年來 我參與了太多社會運動 也認識了很多 黨外的朋友 社運的朋友 很感謝大家 這麼一路相挺 我欠人家的太多了 已經是何德何能了 我沒辦法一一唱名 但是我心中都感謝 在心中 情義常在 永遠感恩 最後感謝家人 陪我走過這段 受辱的時間 還要忍受我 受末後的情緒壓力 今天我雖然敗訴 但是是非取直 我心裡非常明白 消防隊想救大家 而我想救消防隊 我並沒有錯 徐家並沒有因為我 而遭受辱入 此戰之後 我還是會把各位的大愛精神 發揚光大 讓這社會 多一點陽光及爭議的 溫暖的力量 再三感謝大家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從那個831游險開始 我們就立排眾議 然後那種 大家因為都很怕被行動 集團隊伍嘛 都沒有從過以前時代移讀出來 那時候我們 我們就很真誠地相信 這個國家是一個 真正民主法制的國家 然後到後來 我們經過這麼多努力 例如到大法官 到這一關啊 我有時候來想 就覺得很奇怪 案子在審理的時候 就連那些 真正做刑事犯罪那些罪犯 他們如果在審理期間 有新的法令 有利於 有利於這個被告的時候 他們都還可以重新重清 結果 我也會為大家 打出一個事件 第785號 他救濟的能力 在審理期間 他居然不能夠 他打出來的東西 不能夠救自己 他為大家去提示 把他救出大家的這些 這個785號 居然不能夠 大法官居然沒有判說 讓他也能夠 適用自己打出來的785號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我現在齁 我不知道 我可能其實比較激動 我只能這樣講啊 那些 不受理 他們 沒有持反正義線 沒有看到這個 行政經濟外 沒有物的這些大法官 我希望他們 他們的子子孫孫啊 都有一天都能夠 有一天都一樣 遭受到同樣的事情啊 不然他們不實現 煙火 過分 OK 說就是 我接受台合的 尤其是 我也擔心了 我接受因為 是這一次的台語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 如果要去做 我們會就開始了 用很困難 我們開始了 為了 我們Hello 一邊 我們 Vamos來 我們來